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七課的文法介紹 那第七課一樣是在跟大家闡述存在語句的一個用途 但是呢用途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上次所教到的這個います跟あります 它主要都是 第六課是用在說 什麼什麼東西在哪裡 也就是說它是用到在的一個用途 但是呢います跟あります呢 它同時也有有的意思 那第七課呢就是要教你說這個 什麼時候能夠表達這個有的意思 就是什麼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的一個用途 那要當要用到這個什麼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的時候呢 它的文型會上下面這個樣子所闡述 那這個就是表場所的你 表特定地點的你的用法 跟上次有講過啦 但是這次會用到一個新的東西 它就是用到ガ的這個主詞 OK ガ的這個主詞呢 在這個地方它所表示意義 就是說特定的對象 存在在什麼地方 OK 那這個就是什麼什麼地方に 然後什麼什麼があります 就是這個存在語句有的一個很標準的一個範例語句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面的這個例句 机の上就是桌上 然後特定的地點 然後本就是書 那就是表說這個特定的這個對象的存在 ガあります 那机の上に本があります 就是指說桌上有本書 OK 那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存在語句的一個用途啦 那下面呢 還有一些其實實用的例句可以使用 那就是這邊還有 就是家裡有吃的 那ここにラーメンの店があります 就是說這裡有家ラーメン的店 那接下來下面 教室にコンピュータがあります 就是說教室裡有電腦 OK 這就是存在語句的有的一個用法 那我們現在所用到的都是用あります的部分 那如果當時有生命的います的部分呢 也是沒有變的 只是說這個對象 這個特定的這個對象呢 都會是有生命的生命題 OK 那教室に学生がいます 就是說教室裡有學生 OK 那下面的例句呢還有很多 那這邊 チームの中に素人がいます 那チーム就是隊伍 中就是裡面 素人就是外行人 那チームの中に素人がいます 就是說隊伍裡面有外行人 那在下面 教室に学生がいます 教室裡有學生 就跟剛剛的例句一樣 那接下來再看下面 店に泥棒がいます 那店就是店 泥棒就是小偷 那就是店裡有小偷 OK 那這就是第一課主要在訓練的這個地方 主要在訓練 跟大家所強調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樣的一個語句 OK 那第七課還有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不確定這個咖的一個主詞 嗯 他這個時候是表疑問 然後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不確定的對象 那通常會接的一定是這三個 達蕾就是誰 奪口就是哪裡 哪裡就是什麼 OK 那我們直接用那個例句來做介紹就好了 首先呢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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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說是哪邊有好吃的店呢 OK 那這邊是 涵 四 不底 就是 不確定 欸 不確定有什麼 所以他說有沒有什麼能夠喝的東西呢 OK 那這個就是跟 我們常講的 嗯 有沒有人在啊 或是 有沒有什麼地方啊 或是有沒有什麼東西啊 之類的,會用到這個不確定的注詞咖 那第七課的文法呢,主要就是在用到這個地方啦 至於下一課呢,就要開始跟大家講解動詞變化的部分啦 那我們這第七課的介紹先介紹到這邊,謝謝大家